真的太浪费了 这个萝卜 我是香港来的朋友 香港过来旅游我 一个月前就来了 来看你们的选举 来参观选举 然后到处玩 然后来到这里 昨天才到的 昨天才到 各位朋友 我们看到这个萝卜缸 就这样摆在门前 摆在门前晒 因为它这里的话阳光非常好 对着这个夕阳 这里是西边 这边西边 那个太阳下山的时候就可以晒到 这萝卜缸 这萝卜缸 是一个非常 传统 很有历史 引蛇文化 引蛇文化里面很有历史的一个 食物 就是你们这边的做法 其中有一个做法 刚才说到就是煎蛋 萝卜干煎蛋 香港也有 但是香港的话 是因为都是潮州人 香港的潮州人 他们才有这种做法 然后呢 就会 你要到一些 潮州菜馆才比较能够吃得到 不是一般的菜馆 会有这个菜 是这样 萝卜干煎蛋 那么你们这个的话 你们以前老祖宗就传下来的 是不是 就是 那个 而且你刚才说什么 你们年轻的时候 没有 没有 比较穷 比较穷 对 你没有十年前的时候 吃一切 吃一切 炒一炒 炒蒜苗那些 加点油下去炒 炒了之后 就用来送饭 是吧 这你们小时候那是 蒜苗是自己种的啊 起码是五十年以前 有 有 有 五十年前 五十年前了 那个是 六十年代 六十 就是民国的 六十年代 六十年代以前 对 对 是 那个 但是 有开始有煎蛋的话 那是什么时候了 哈哈 经济好的就加蛋 经济不好的就炒蒜苗 哈哈哈哈 那你们农家自己也有养鸡吗 那个鸡蛋用来干嘛呢 不炒这个用来干嘛呢 给老人家 给小孩 给老人家小孩 啊 补充他们的营养啊 这样说说 啊 然后一般的 赚年的人就 就就不怎么吃 啊 哈哈 这很特别的 很特别的东西 对 啊 那么 蘿蔔缸 啊 农村 一定有的 啊 谢谢 谢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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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到处溜溜 那边有一个 呃 那个庙是什么庙啊 呃 太子 不是啦 不是啦 因为他们就 圣保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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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什么寺庙 诶我听说 我听说今天晚上有一个寺庙有那个灯会是吧 白沙腿啊 白 要到白沙腿那边 要到白沙腿那边 说 说有那个什么 柴灯迷 哦 那个 柴灯迷啊 柴灯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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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四七方向 对对对对 就在 呃 那那跟火车站近吗 很近 很近 就火车站那块是吧 哦 你现在过桥路 过桥去的话 有一个双叉路 双叉路 然后你就往后边 嗯 直接走进去就要对了 好啊好啊 哦,这个庙室主要是有什么做什么呢,这个庙室 私人的 哦,私人的 哦,那个是妈祖庙 哦,那边是妈祖庙 哦,好好好,谢谢,谢谢,谢谢 那这边没有什么了哦,这边 这边过去就海边了 哦,海边啊 哎,那个不是说有个渔岗是有码头 有渔民傍晚的时候会有船过来 应该不会了,今天那个,对啊,今天应该不会有了 今天应该不会有哦 对,没有人出海了,今天应该 元宵佳节都留在家里团聚了 是啊,好好好 那那个地方是在,是不是在火车站后面呢 那个,不是码头 就是渔民会回来,晚上回来 那在火车站后面呢 火车站后面那个是吗 哦,西边 对对 这个火车站的右手边,后面那边是不是 正后面 正后面 哦,好好好 好,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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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可爱啊 啊 谢谢,谢谢,谢谢 谢谢,谢谢